老板给我来一条香浪大连鱼 谢谢 这一条鱼多少钱 48块钱 老板这鱼有多大 三斤多 活的时候呢 活的时候四斤多 这得炸多久啊 炸到外焦里面 炸到外焦里面 待会还得再炖是吧 还得炖 先炸着 鱼炸的这样色泽金黄 外皮都已经起焦壳了 你们看一下 炸成了原爆状的形状 这就炸好了 老板放到这边 备用 江湖人称过油锅 做任何菜必须过油啊 这是他做菜的习惯 不让他过油 他就不做菜了 历史每一个菜都必须做油 拿来给锅刷个 给锅刷个油 笑点 你看 加锅加油 开始 加上这个蒜泥 你看就是这个 比较顺气的人 加上小辣椒 漂亮 大蒜 辣椒 放锅 好 看看接下来再加点什么香料 加上这个红酒酒 就是他的秘制小香料 这个料加去去以后呢 比较呛梨子 比较直冲天灵盖 比较冲人 老板的动作非常的细腻啊 做菜是 你看他这个时候就是 两耳不闻窗外 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啊 这个时候他对炒菜是非常的认真的 抽着摸着丑丑 整了点丑过来 哎呀 加了一点八角 还有加了一点香叶 加上一点生抽 来上一点蚝油 加上一点料酒 好 再来上一点老抽 好 再完美 好 这个时候元宝鱼下锅 好 小鱼就到锅中了 现在跟他这些搭档在一起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快乐啊 好 给不断的炫个锅 漂亮 这个时候老板要加上 这瓶专业的烧鱼啤酒啊 老三啤酒有的时候作用就是这么 的多功能性 大家不要怀疑 有的作用所在 炖鱼 好 那这要炖多久啊 十多分钟 盐味精鸡精 白糖 好 再来点十三香 这个好吃的关键就在这啊 任何菜都得加点十三香 因为十三 它比十四香啊 剩下的交给时间 我们十五分钟以后再见 这就差不多炖好了是吧 出锅 直接把它倒在这个蔬菜上 下面待会要点火是吧 对 也有火 有火 然后再给一炖 老板再给撒点芝麻 浇一个热油 这个是整个好吃的关键 加上小辣椒 小辣椒一定要炒得有点焦 老板再用油是非常的舍得啊 有舍才有得 那就是它 炒了满 蒜香味直接就出来了 非常的濡郁 把这个热油浇到这个鱼上 希望让它完美 炒上这个芝麻 来上一点小香菜 漂亮啊 这样一份48块 香辣烤鲜鱼 大哥已经给炸的这个边 都完全都这种卷边了 非常的过瘾 哇 小味非常香啊 外焦里嫩 非常的入味 不是多辣 但是呢 这个香味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十足 那点小芝麻在嘴里边爆开的那小感觉 超香 嗯 好吃 还能感受到一点啤酒的味道 酒店里边吃这么一条烤鱼 我不知道多少钱 留给大家来回答吧 为大哥的烤鱼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